为了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 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委托阳光妇女协会 举办女战女胜女力故事分享记者会 特别表扬性别政策纲领六大面向 勇于突破框架 表现杰出的三十八位女力代表 感谢伟大的女性对社会及家庭的付出和贡献 场面热闹温馨 在这边非常高兴也能够参加我们这次 国际妇女节的这样一个活动 尤其自己身为职业妇女 然后对于文化对于我们的社会女力 我想自己一定要贡献一份心力 过去女性受到很多的压抑 那现在呢女性慢慢的就是被重视 因为自己努力去争取去表现 那我们现在也很想要告诉大家 其实不是只有女性强就好 也不是只有男性强就好 因为这个社会是两性 大家要一起努力的 所以我们很期待的呼吁 大家能够互相的尊重 而今年获选的女力代表中 都是在职场上各领域深耕绽放的坚强女性 其中包括积极推动富佑保护安全 与建制友善司法环境的主任检察官洪淑姿 以及守护市民时的安心的台中股菜公司董事长庄乃慧 我想我很荣幸 就是说有这个机会让我可以得到这个奖项这样子 那我觉得我必须说很幸运 我们有这样子的能力 那有这样子的高度来为这个社会来尽一己之力 对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非常荣幸的事情 我想在不管在任何一个行业 应该都没有男女之分 除非你女性自己自我好像设限 如果你不设限的话 我觉得女生做起来并不属于男性 尤其女性我觉得自己讲一下 就是可能有比较细腻的一面 所以我到果菜公司以后 这些员工啊 航口啊 她们都可以很容易接受我 社会局表示希望透过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 让大家看到女性在各行各业的坚持 奉献与突破 也效仿她们努力不懈的奋斗精神 以上新闻由政生记者吴春满 林燕宇采访报导 上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月光 som下宫 词提供